为了让学生能够沉淀心灵 学习佛教的智慧 佛光三日前透过同德加商董事长 谢昭宏的牵线之下 赠送365册书籍给国立基南大学 并在日前举办捐赠的仪式 在一个月前 我们这个慧隆华师 那么要我说 跟这个 极大的书校长牵线 那我今天是当做一个桥梁 那么今天顺利的 把这个新云大师的 这个真实的活动 以及我们技大书校长 这个很诚恳欢迎 这个书的一个真实活动 圆满完成 晋南大学校长书玉龙 感谢佛光三证书的一举 相信技大的师生 以及普立的乡亲 都能够透过观看 新云法师的著作得到启发 这道书在学校里面 我们一定广为宣传 让我们全校的教职员工生 都能够知道 这一部书是在 珍藏在我们图书馆里面 也要鼓励学生们 来自心的阅读 尤其一些对宗教 对佛教 非常有兴趣的同学 宗教有引导人心向善 进化心灵的作用 现余颜料自成 肯定佛光三的用心 能够将珍贵的宗教典籍 捐赠给晋南大学 让师生受惠 也希望激大师生 以及乡亲们 有时间可以来到 激大图书馆 感受佛教的智慧 这是一个真好 就是说可以收集 很完整的宗教的书籍 可以提供给大家来阅读 我想这可以进一步了解宗教 因为宗教佛教都可以 不管是进化人心 还是做一些 较好的慈善各方面 这是一个宗教的信仰 可以不管是对社会 对家庭都是一个真好的善事 副议长潘玉泉 肯定佛光三的用心 将佛教精神传递到晋南大学 也鼓励激大师生 有兴趣也要多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来感受佛教的智慧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导